那么在现前 佛法实在讲很帅 什么原因呢 佛法无人说了 虽知莫能解 世间聪明智慧的人多 佛经他不能解 什么原因 佛经要像一张白纸的人 他才能接受 他要有自己之鉴在里面 他就把佛经的意思全错解了 不是佛的意思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这是佛经一个困难 所以佛经必须要真正修行人来讲 他通过他自己的事业 他才能体会 佛所说的真实意 自己没有通过修行 他所讲是字面上的意思 往往就解释了 他字面里头有深意 所以在讲言的时候 言外有音 话里头还有话 你要懂这个 特别是大臣教里头 为什么呢 很多意思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 马鸣菩萨再教一个我们 听见 不要执着言术相 不要执着名字相 不要执着星元相 星元相 我以为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可以 那错了 你要用清净心来听 你就会听到里头的意思 你要带着自己意思在里面听 你就听不到了 那么我们要问 什么人能够符合马鸣菩萨的标准 他就能听到真实意 真实意也不是我的意思 说老实话 真实意是你清净心里头的意思 是你真心里头的意思 不是从外头来的 密载如便 这个你才懂得 这个你才懂得 英光大师所讲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理 十分沉浸 得十分理 什么叫沉 古人 古人对沉讲的标准 一念不生是为沉 你看看 不执着言说相 不执着名字相 没有星元相 这是沉了 你用的是清净音来听 没有意思好夹杂了 你听得会开悟啊 代表由自己成见在里面来听 全是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为什么 佛没有意思 你怎么会有意思 这是真的 佛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他就能 喊无量意 有意思呢 什么意思都没有 佛法妙子 这个地方啊 说穿了 只是一颗真心 一颗清净平等觉的心 我们的心是清净平等觉 诸佛如来 讲经说法 是从清净平等觉里头流出来的 跟我们的清净平等觉相应 连起来了 那叫如来真身 愿解如来真身 我们有意思 意思是从阿雷耶十六出来的 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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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行就通不了真心 旺行就通不了真心 旺行只能跟旺通 不能跟真通 真通旺 旺不能通真 这些原理 这些原理原则要懂啊 要不懂的话 这一生修佛 那就难了 不过难也不怕 你只要看老师念佛 到极乐世界 再听阿弥陀佛讲经 你就会开悟了 在这个世纪 不会用真心 到极乐世界 就通通会用真心 用真心 这是阿弥陀佛 唯一得的价值 所以趋西方净土 是最正确的修学方法 但是趋西方净土 与西方净土不相应的 统统方向 带一 只能带过去 不能带信心 信心夹杂在里面 决定产生长盖